中方对于发展两国两军关系的态度是真诚的 但基本前提是美方必须说到做到信守承诺 把两国元首共识真正落到实处 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采取理智务实的对话政策 切实消除产生危机的根源 与中方一道贯彻好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 双方认为两军应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妥处矛盾分歧 加强危机管控 努力保持两军关系总体稳定 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共同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向前行 不偏航 不失速 更不能相撞 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尽